原民会副主委用赛德克族语报告这一年多来 原民会落实推动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各项政策 包括抢救兵委族语采取的全新师徒制族语学习 设置地方通行与标示 有24所位在原住民族地区的乡镇市区公所 办理公文双语书写 协助各族设立语言推广组织 不过在原先预计要增满150名族语推广人员的工作 目前只招到了110名 我已经答应要来了 可是后来又决定不来 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 或者是他还没有聘满 所以这个我们会继续让地方政府来继续领聘 另外一项保存族语的重大进展 是教育部今年核定了157名族语专职教师 但目前仅聘用了87名 已经聘用的县市有桃园市苗栗县等12个县市 目前正在进行作业的是南投县以及新竹县 那另外正在进行的是南投县及新竹县 我们为了这个聘用的事情 在9月18号也开了一个甄选的检讨会议 其实我们希望既然已经有157名 核定的专职的主义老师 我们希望地方政府也能够积极的能够聘主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教育部强调目前已经针对建立族语认证研习 课程模组和兼职问题做检讨 未来也会提供聘约范本 呼吁地方政府可以参考已完全聘任的县市经验 尽快聘请族语教师 让族语学习保存工作加速推展 原始新闻喜故底弗洛台北市采访报导 节奏 煞机 对话